虽然前面我介绍了西医中医 那为什么现在无论西医中医都不能治全部的病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医不太争气 为什么不太争气呢 就是中医师不修炼 但是我们这儿的中医师有点不太一样 他这个无论师都是修炼的 所以是看看他将来能不能争气 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在中医师不修炼都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传统的病因 就是你给人治病的时候是病很好治 难在于你不懂他为什么得病的 就是这个诊断这个地方 就是他为什么得病的 那现在的中医也好 西医更简单了 西医他就不讲什么内因 内因是情绪上面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心理心态波动 喜怒哀乐悲恐惊 那这个情绪的激烈波动 都会引起各种疾病的产生 那么这是中医优于西医的地方 西医不承认这个东西 西医就是你坏了就是坏了 没有原因就是坏了 那我这个查你就是坏了 为什么坏了不知道 有的人干脆说你这么大年纪不坏才怪了 然后就是坏了嘛 为什么坏了不知道 那中医还可以说 哎呀你看你吃得不好了 缺钙了 哎呀你这个情绪不好了 长期的抑郁了 所以这个肝就硬化了 肝就得肝癌了 他把这个情绪上还能讲上来 那实际这是病因的三大因 病因的三大因 一个是内因 一个是外因 一个是本因 那现在的传统中医它是比较重视三因 一体诊断 就是这三种原因我都给你找出来 你这个病的内因是什么 外因是什么 本因是什么 那今天的中医也不管这三因了 那称其量刚才说 讲一个内因 你过于疲劳了 你的情绪过于不稳定了 过于紧张了 这导致的这个病这是内因 那这个正气好损了 营味中骨不足了 他懂得讲到气上面 还可以把他讲的内因 讲出多种原因来 包括这个食物吃得不好了 消化不良了等等 这些都是病因 这是内在的原因 外因是什么 外感风寒 这个总共有八斜 太热了不行 太寒了不行 太湿了不行 太干了也不行 那总共是有八种外因之病 这个叫外感八邪 叫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如果你的内因 你的身体里面的正气足 外面这些也是很热 为什么有的人不生病 你生病了 因为人家正气内存 他修炼 修炼以后 他的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三丹田的气都是饱满的 所以他身场周围有一层光 胃气十分光鲜足 所以说外邪不能够轻弱 所以说外邪不能够轻弱 叫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内因 大家要知道 外因就是外面的刚才这八邪 本因是什么呢 本因是因果 那么中一是源自道一的 就是我们元祖福西寺开始 他是传道的 是叫一阴以阳为之道 也这个历史大概 距我们今天有八千年的历史 很久 这是从《易经》开始 一直到《黄帝内经》 《黄帝外经》 到后面的所有的这些医圣 所写的著作 实际上都是在戒一传道 戒一红道 就是你阴阳失衡了 阴阳失衡了 所以导致的疾病 阴阳失衡了 现在的中医师只能讲到体内的阴阳 你太寒了 这是阴了 太热了 这是阳了 他只讲到这个 他忽略了一个阴阳空间 也就是说 有一个阴阳世界存在 我们人生活的这个空间 是六道众生共享空间 有天道 有阿修罗道 有人道 有畜生道 有鬼道 有地狱道 还有八难横死的凶恶的恶鬼 那么还有祖先鬼 就是祖先的幽精守施鬼 也存在这个空间 也可以导致疾病 就像我的一个学生 她这个女儿 爸爸去世以后 她误听人家搞了个水葬 好在没有什么毁尸灭迹 什么叫毁尸灭迹 把那个骨灰撒到大海里 撒到江河里 撒到这个土里面当肥料了 那这个叫毁尸灭迹 古代叫错骨扬灰 那这个古代是惩罚一个人 他这个活着大逆不道 十恶不赦 这个得罪了天地鬼神这种人 那么古代皇帝下令 错骨扬灰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今天我们很多后代子孙 什么搞什么绿色殡葬了 搞什么环保殡葬了 把自己祖先的骨灰 撒到江河里 撒到大海里 现在听说又要撒到山林里当肥料 实际上这个都是 你不懂阴阳两界 你不懂阴险两态 显态世界是我们肉眼可见 仪器可测的世界 隐态世界占96%的比例 是今天的仪器不可测 不可以显现的公园 虽然不可显现 但是现代科学家说 真实存在 在2013年已经定案了 这个已经不是要讨论的问题了 是科学家已经明确宣示 有一个96%的空间里面 我们一无所知 因为现代仪器不能进去探测它 不能显现它 但是它们真实存在 那么在我们的人体之内 也存在着96%的不可知 不可见的物质 是什么物质呢 这就是传统所说的精气神三宝 也就是你五脏都有精华 一气不可测 说我肝脏的精华怎么样了 不可测 但是肝脏开窍一幕 看你眼睛有没有神 就知道你肝脏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去医学检查西医 说我有绯闻症 眼睛老有东西飘来飘去的 在眼前飞 西医说 哎呀 你这年龄也该这样了 这就是原因 这就是病因 但是找不到别的病因 中医都知道 这个眼睛是肝开窍的地方 那你这是肝不好了 肝气欲解 导致这个木昏花 然后有东西飘 所以我用疏肝力胆的方法 然后这个绯闻就不见了 这个病就好了 那你去西医 它怎么检查 它是检查你的视网膜 精状体 然后所有的检查 最后说你没病 然后最后说 我不可能没病啊 我之前看得很清楚 现在都看不清楚了 他说那你就看精神科好了 因为你这胡思乱想 压力太大了 然后你要去看精神病 可能是精神有问题了 他归到这个上面去了 到中医的时候 他说不是 是 他来告诉你 是肝气欲解 疏肝力胆 一疏肝力胆以后 哎 眼睛明亮了 所以中医他由于习 他在于重视气 就是五脏的气顺不顺 五脏气不顺 那么人就有病 耳朵是肾开窍的地方 我当时耳朵发炎之后 导致肾的功能不行 所以吴医师一巴脉说 嗯 你的肾气弱 他就调一点药 调肾气 所以一个中药方里面 到底是做制什么的 它就是根据五脏的平衡 阴阳失衡以后 它进行药物的注入 通过液 你喝下去的液体以后 然后进行五脏调衡 五脏调衡 这个西医完全没招 完全没招 比方说手术后病人很虚弱 病人很虚弱 那到中医了 他又给你补血补气的方子 然后把你这个气血补回来 可以快速地补回来 那你如果是没有这些中医的药方的帮助 你的气血什么时间回来 年轻的很容易 二三十岁的 养个各八月的 好了 回来了 因为人体有个自我修复功能 但是如果到了我们这个黄花菜都干了 你们是美丽的黄花菜已经干枯了 美丽的小花朵已经干枯了 这个树已经开始落叶了 开始枯了 我们这六七十岁的人就到了这个年龄了 那你想靠自己恢复气血 那你没有个一年半载 你根本恢复不过来 那你为什么固执己见不去用中医呢 为什么非得所知章 知见 西医就是好的 西医是最先进的 你想两百多年前 皇帝用什么方法治啊 大臣又用什么方法治啊 那个时候没有电 西医是源自于我们现代的电啊 这些东西发明以后才有的西医 这是两三百年的历史 但是中医 藏医 印度医学 这个西方印第安人的传统疗法 那这些东西都几千年大家都在用的东西 一个小孩子八岁 一个老人八十岁 谁的经验丰富啊 大家都知道 八十岁的老人肯定经验丰富不过八岁 那一个两百多年的西医 跟一个两三千年 甚至从中国历史来讲八千年的 从福西式开始就应用的道医 中医来讲 那你这个才两三百岁 这个已经八千岁了 哪个更厉害啊 没有智慧的人类就是这样的 只相信染经看不到的 不相信经络系统的这是存在的 西医为什么他不入中医 他不承认气 他不承认这个经络 为什么 测不出来啊 今天的一切根本测不到经络在哪儿 但是人家中医 然后八个脉就知道你的经络哪儿不通 哪儿鼓塞 像我们练通了以后给人调理的时候 拿手往他身体一划了 走哪儿冒凉气 走哪儿冒热气 这个地方应该是凉的 他现在冒热气不对了 错位了 那个地方是热的 现在冒凉气也不对了 那就错位了 那就赶紧想办法给他调 那通过你的手拉器练出一股光剑 然后在人体顺着这边一拉 就知道他哪儿有病了 这个叫手眼通 这个是很容易练出来 手拉器练久了就可以拉出来了 那么通过什么? 经络啊 进去的经络 顺着经走 走到哪儿 堵塞了 堵塞的不同 不同用哀一烤 哀是通什么 通气的 那哀它为什么后来把这个应用在人体上 最早的哀草不是用来给人治病的 最早的哀草是去找水井的 大家知道农村要喝水 他要打水井 打水井的不知道哪儿有水眼 然后他就把这个土 随便找一块鲜土 软和的好挖 然后把这个土挖下去 一米见方 就是立方体长宽高一米 然后把哀草放进去 点成烟 不要起火 就是烟 然后把它盖住 然后盖住以后去周围找 哪个地方 那个地开始把这个哀 烟起来的 那就是水眼 它因为地脉相通 它是通过这个找到这个水眼 原来这个地方有气冒上来 那这底下一定有水 打下去一定是有水的 后来这个人发现 这个可以在大地这么坚硬的都可以通 那人体为什么不可以用呢 这才把哀引到了人体来通经 输气 去预测 这个疏通经测 这个是科学 你们忽略的都是科学 不是随便忽悠人的东西 并且中国一下子用了几千年 那为什么就不去接受这种的条理呢 所以大家要破自己的知见 这是我们对家人负责任 对自己负责任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三因里面的本因是什么?因果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师父一定要教一 当时我的师父教我一的时候 他很辛苦 为什么?我大学学中文的 熊老师当时教我医 我说我不学医 我说那又是什么屎 又是尿的 身上又臭的要命的 这儿也烂了 那儿也臭的人 我还要去帮他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觉悟 我刚学徒的时候 那师父说十到九一 我们将来要度人要生菩提心 要生慈悲心 那你看见病人你受不了你要帮他 后来果真我等着到我开始慢慢懂事 我的小旧生病 得癌症 看着他痛苦 没帮 没办法帮 心里难受 看到我从小跟着他在身边的外公生病 那也没有办法帮 也是心里难受 这才想起师父说要学医 那后来师父到德国跟在他身边一年 才去老老实实跟他学医 那么这个医是我们修道者必须要懂的 那么你真正要学道医或者佛医 你还要懂因果 就是你比中医还高 你比中医高在哪 就是这个病 他除了内因外因之外 他还有一个本因 他的因果是什么 就像刚才老师分析的 我的内因是什么 内因是因为连续不断的 为完成全球三百个点去拼搏了几年 然后马不停蹄 没有节假日 没有公休日 什么节日我都没有 你们休假的时候我在飞机上 可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 马不停蹄的煎熬 然后把内气大量的消耗 到了一个地方帮人调病啊 帮人调风水啊 这都要付出的 它是能量 能量要转换给人家 所以把自己的内因里面的元气大量的消耗 好在那个单核还没有化掉 如果那个化掉 我这一生就没希望了 所以大家也不要拼命的去消耗自己 为什么师父保护徒弟 在你没有能耐的时候 不让你去动手给人治病 不让你去参与那些调控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保护你的能量 不要过量的消耗 因为等你长大了 你可以干更大的事情 不能说你长了一个小西瓜鸟 就这么大小就摘了 你要长大西瓜 对众生就更有利益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聊 所以内因是这个 伤了正气了 伤了元气了 伤了元气了以后 完了斜就来了 发斜 所以这种是空调一吹 风扇一吹 然后就肿了 并且老师头顶有九个窟窿 很大的窟窿 有九个洞 还是头顶最怕风 头顶最怕空调 不小心忘了 头顶空调一吹 风扇一吹 这个就进去谷里面了 你们将来修出来也有九个洞 三沟九洞都要修出来 所以头顶是最怕风的 但是有的时候就吹到了 外感风 血 寒 湿 咱们新加坡你看着大太阳的 实际湿气很重 一个寒 一个湿 为什么外面湿热 你跑到办公室就寒了 你跑到商场里更寒了 有几次我去商场 冻着跑出来了 为什么 穿着短袖绅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寒气入体 几两感都不舒服了 所以新加坡要防风 防寒 防湿 这些都是拔血 还要防热 你不能在太阳底下晒太久了 晚上睡觉不可以开着风扇吹自己 热了更不可以对着空调风吹自己 风扇吹自己 因为我们这热毛孔都开了 穴位都开了 你这一吹风寒入体 到晚年就得内风湿 风湿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病 实际都是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 没有防拔血 这是外感 所以它为什么叫风 中风 是被风吹了 被寒吹了 这是外面的血 轻的 内气不足 正气不足 正气不足了以后 外感风邪 这是肉体上就病了 查远方的因果 这里面有弟子的因果 有学生的因果 因为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是怎么生的病 一个女信众 她来问世 她希望我帮助她 结果我一掉她的信号以后 她这个脑袋里面是中国风的 然后血肝堵塞的 那么我就劝了她 我说你这个样子 能帮你 因为你要是再重她就要瘫了 所以是能帮你 但是你这是业力 我就劝她修我们的法 然后她都答应了 但实际上她回家以后什么都不听我的了 当时师父在跟你说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把你的业力 那些冤亲寨主叫过来了 当着你的面说 你要送多少经 念多少证 好好好 我送 那么我这边跟这个冤亲寨主讲说 他送这些经 送这些证回想给你 你看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高的级别升华上去了 那你就不要这样报仇了 因为他怨恨她 要弄她 那人家也同意了 同意了 又信不过她 因为她老赖账嘛 每生赖账 对不对 这一生好不容易找到她了 她说那你担保 指着我要我担保 那我又慈悲 我说好啊 那她已经答应我了 那我就担保吧 那我这边就担保了 这边担保了以后她回去 她施约 她不送 不送人家找谁讨债来了 找我讨债了 所以晚上回去我就知道不好了 她这个家伙不讲信誉 这边答应我了 她实际上没做 没做以后我这就剧烈疼痛 头就剧烈疼痛 到了半夜 加上我自己的内气不足 又被空调吹 又被风扇吹 然后那天下了飞机就去给人家调病 给人家调事 就根本就没休息 疲劳 然后最后自己去撞上了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本因 就是当时治病的因素是由她那一点引发的 结果是一连串的因果就作用过来了 包括头一天讲的灵热法 那些弟子的业力 因为这些法都太密了 太实用了 你一学 然后这一辈子你就有机会 冤亲债主找不到你了 你可以成佛了 你修炼到无量光的时候再还他债 所以他不能作用你了 你灵热起来 小浮腔永远是热的 炉中不断 前天火成功了 那地狱的众生找你讨债 没办法讨的 他受不了你那个热 他不能进入你的体内 进入你的身场中 所以这些法都太厉害了 传了 传了以后你们又不好好修 结果是业力就反扑回来 老师就要背这个业力 那我的上师大安满意上师 他当时在中国传这个保瓶器的设法的时候 他传完了以后是被抬下讲台的 我这还好走下讲台呢 他当时是被抬下去了 他这整个法传完了以后 人僵在那不能动了 整个腿没有感觉了 完全不能走 他是被抬下讲台的 抬下讲台以后整整一个月就恢复过来了 自动恢复过来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弟子业力太重 因为他有五万弟子 我这还好 没那么多 他一下背五万 五万多 有的人也问说 老师我跟你学到将来要传道 那这个因果背不背 一定会背的 背了怎么办 背了用自己的愿力 用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用法脉的加持力 再去消掉他 这就是大丈夫 大丈夫敢做敢当 你找他讨债 他是我保护的 不行 你不能讨 你找我讨好了 那就把业债背过来 我们跟江湖上的那些树类的师父不太一样 树类的师父一背以后 断子绝孙 孤寡贫寒 这些都来了 你看特别道门中 很多师父到晚年都是生病死的 有的儿女就绝了后了 有的破了家了 败了家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很多没有连接道的主脉系统 没有连上佛的源头系统 佛菩萨的源头系统 以自己的力量去做了这个事 自己有一千万的福报 去帮人调 有的人生意不顺 他来 你帮他 你帮他以后结果怎么样 你帮他赚了一百万 你这就少了一百万 你帮很多人赚了一百万 你这一千万就没了 所以你自己的企业倒闭了 你自己的事业一败涂地 你的家庭破散了 人家家庭要破了 要闹离婚 你这边帮了 他不离婚了 你这离得婚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你没有借助法卖的力量 借助法卖的力量有什么好处 就是我是单一点 但是巨大的都是什么 上交上交上交了 我替观音打工的 人家来求观音 我帮 我帮 我只是负责往上送 送也有一些沉淀在你体内 但是大量的都是观音菩萨帮他了 观音菩萨把他化成光了 但是你总是因为你接触这个 通过你的身体走一遍 那你也是要背一些 背了以后转成你的功德 做成的 但是你有法卖传承 为什么古代特别重视师徒传承 叫口耳相传 你要有个师父 有个师父他有师父 师父还有师父 那这连下来你就不怕了 为什么 师父干不了的给师爷 师爷干不了给太师爷 你往上送吧 最后都送到菩萨那送到佛那 因为我们的师父都是给这些道祖 太上老君打工的 给三清圣祖打工的 给观音菩萨打工 给释迦牟尼打工的 最后都交到祖师爷那去了 因为你这个传承有这个脉线在 有这个通道在 人家一认你 你说你没有师父自己照着书学的 那惨了 那你就自己自己看 这有的人成能 看了两本书当风水大事 结果到了中晚年以后 段子绝身不缩 自己身体也是受咬 寿命不中 什么意思 他该活八九十岁 结果五六十岁死了 为什么呢 自己就太成能了 没有重视法媒的完整连结 而是自理门户 自创门派 自己张扬自己 所以为什么空性正见 就是没有自己 人无我法无我 为什么道门也讲无为法 要无我 要真空 要进去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空了 业力哪里沾你 所以是 菩提本飞树 明经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我何处惹蝉 他惹不着你都空了 这个虚空业力负在哪里 你不空不空你都要自己背 哪怕你做个按摩师 你都要自己背 哪怕你做个中医师都自己背 为什么一五三代 为什么没有三代 就是到第四代都死光了 第三代传下去 他这个拿人病人的钱财 你这个是属于黑社会老大 什么意思 人家冤亲债主找那个人讨债 那个人生病了 结果那个人生病了 你把他治好了 你把治好了吧 你又不懂因果 结果冤亲债主说 我要再让他生病 我先干掉那个医生 因为他是他的保护神 我先干掉他 然后就能使他生病了 所以他们积约力量 先打你的保护圈 先把医生干掉了 医生干掉了 再来干这个人就容易了 所以我们看西医里面也是这样的 手术 他是脑科医生的 他最后死于脑科 他是心脏科医生 他死于心脏病 很准的 什么原因 就是不停地帮心脏病人解决问题 不停地把最后业力堆积堆积 背不动了 死了 所有的名医都是这么死的 越出名越死于自己的本科 这他不懂 这是因果 就是后面的本因 道医是做什么 道医就是我要帮这个人 我先解决他的因果业力 先一个劝他自己做 一个是我帮忙做 还有我要担保 所以说我们大修行者 为什么要敢于担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众生解脱 我当其责 那你这个是大菩萨的行为 这个大悲心 是你这样必须去要发这个愿的 那么这个就是要去处理因果 所以道医一定先解决因果 不解决因果 你不要治他的病 我们这儿有来的一个病人 她是咱们新加坡很有名的一个载机场的太太 杀机场的太太 数一数二的 很大的 结果肚子开了六次刀 一会儿大肠癌 一会儿这个癌 一会儿那个癌 都转移 都开刀成功了 最后又得了 又复发了 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来 介绍来以后我说你这样 你这个杀机不太好 然后看你要忏悔一下 还有能不能转行 就是你这已经杀了几十年的鸡了 你转行 你已经有很多钱了 你转行干别的 人家马上说什么 说哎呀 你看那么多人要吃鸡 我们不杀谁杀 有点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味道了 说我们现在在扩大经营 以前我女婿不干 我儿媳妇不干 现在他们都要回来干了 所以说我们一个场不行了 我们要建最大的工厂 然后杀更多的利益大众 因为你们要吃嘛 所以人家把贵责归在你们要吃 所以他就要杀 要扩大 说我们做慈善的 我每个月拿一万块钱出来做慈善的 我心里话 你一个月赚一百万拿一万做慈善 你这都是拿鸡的命换的 最后把我给教训了一顿 嫌我不应该劝他转行 人家在利益你们这些吃鸡的大众 然后我一看没折了 最后说你给我治吧 我说我治不了 这玩意谁能治啊 你这个 那么多怨气 那么多命 我拿了几条鱼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你这杀多少只鸡 你知道我这一懒 我这要不要命了 倒不是怕这个不要命的事 倒是你听我我就不怕了 你这不听这谁敢动手啊 你这不是 你要是 你是黑社会可以 人家给你一笔钱 你替他打打杀杀 当保镖 我们这警察局不能干这事 正门正法不能干这个事 谁给我钱我保护谁 你杀了命还不允许人家来讨债 因果很重要 所以我们做医生的也好 你们自己要是病好 那也要去忏悔 向自己所做的业 所有的对象说声对不起 你们中间也有做医生 也有做推拿 也有做按摩 那这都是跟病有关系的 那你都要替病人超度 替病人忏悔 因为你在无形中帮病人 担了业债 那么你如果是不去超度这些 不去从隐太世界英国上去处理这些 那你就接二连三的 政府也来找你了 官府也来找你了 麻烦事也来找你了 弄得你精神都有点崩溃 那这个是不好的现象 因为你没有重视给自己的客户的冤金债主超度 你超度了他们 反倒来的病人越来越多 反倒都是来找你办超度的 因为你这儿有门路去解脱他们 你的生意不会不好 你不是做这一行的 有的人在那里说 我是做商人的 做买卖的 你做买卖的 你也要替客户做这些事 为什么 你拿人钱财了 替人什么 小灾了 所以你是打工的 要不要帮人家做这个事 也要说 我拿工资的 我怕什么 你老板杀了多少只鸡 你拿了多少个钱 那是卖鸡的钱来的 你背不背业 那你分到一千只鸡的业 你拿了几千块钱 那是卖了几千只鸡换的 那你背业 那我的老板不是做这些行的 不是做杀生行的 你也背业 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替谁消灾 替老板 那你不如提钱替他消灾 为什么 办超度 把老板的冤亲债主超度一下 同事的冤亲债主超度一下 客户的冤亲债主超度一下 你就顺得不得了 否则的话你就处处障碍 老板也找你麻烦 同事也嫉妒你 什么事都一起来 为什么 你只给自己超度 他们恨你 怨恨你 那你为什么就不想到我们呢 他们就来了 所以因果很重要 这是本因 那么你不懂这些 你很难去彻底的治疗一个病人 所以只要把那个因果解了 怨恨解了 你用什么药都好使 你就扶正去血 这个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大家知道SARS 有一年闹SARS 咱们新加坡也死了几个人 全世界闹SARS 最后谁把这个病治了 中国的中医 中国中医 政府找西方都没办法了 都交呛了 最后找中医 找中医师 找一个老医师出来带队 这个政府问他说怎么治 他说哎呀 就一句话 正气内存 邪不可干 干 服证 然后就给这些病人服证 诊断慢以后服证 一个中医师班子服证 结果一服证以后 那个已经进去的SARS病毒 待不住了 出去了 就把这些人给救了 最后统统是吃中药好的 每一个人是用西医方法治好的 所以这个就震惊全世界 为什么新加坡现在还允许中西医 这个共同的使用 有些国家他不让中医 那就是当年SARS 最后我们这也应用这些方法 把中国的经验借鉴过来 才救了很多人 所以当年要重视这个 去了英国再去服证 那SARS病毒为什么作用人类 它来自哪里 所以它来自一个魔界天 那人类的业力供业太重以后 引爆了那个空间的通道 跟我们人类的通道连通了 空间连通了 这一连通 就那么几秒钟 整个SARS病毒跑出来了 跑出来降到我们的地球空间 结果导致人类生病 所以最后的话 我不提名字了 就有一个团队 就用天网挥挥疏而不漏的方法 最后整个把地球包起来 用天网把这些所有的 他们是长着翅膀的那种病毒 最后收了 所以收了以后 押回魔界 然后SARS瞬间不见了 瞬间不见了 这个人他说了 他说他把这个病毒收了 送回去了 后来才没病了 瞬间不见 不是说这个事过了 他说我干的 但他是冒名 所以大家见不到高人的原因 是你们不信 我老师为什么经常能见到这些高人 因为我信 这是一个信不信很重要 但你信 你跟高人学 师父那个天网挥挥 说而不漏怎么用啊 他看看你 小子不错 教你了啊 你也就会用了 老师能对吗 你不是在吹牛吗 那你还想学这一招 那就没戏了 你不信不信 师父还死戏不来 过来过来 我教你好不好 哪有这么不要脸的师父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信现在不是问题了 为什么2013年 科学家都告诉你 有一个96%的空间的真实存在 隐态空间的真实存在 你想4%的空间都这么精彩 96%的空间 什么都没有嘛 那又有什么 科学家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圣者 西方圣人 耶稣基督 东方圣人 斯加姆尼 中国的圣人老子 伊斯兰的圣人 穆罕默德 人说的都是同样的事 都是讲的六道 就讲的世界的空间 宇宙的空间 宇宙的本来面目 生命的本来面目 他们都没有 像你们现在电话那么方便 说释迦牟尼啊 我是耶稣基督 咱俩怎么讲啊 怎么骗人类啊 他没这个东西 也没传真机 也没电话 结果他不同的区域 他都说同样的东西 那你告诉是怎么回事 既然你人类 你现在搞不清楚 那你就要相信这些圣者 人家早在几千年前 已经真实关到了 他通过激活松果体 关到了法界时下 他告诉你 我们生活的空间是六道空间 共生一体 这个就是因果 今天应该是信不信不是问题 而是你做不做是问题 说我信 那你信你有没有参加法会 你信你有没有自己 说我没有时间来参加法会 我初一时我自己买个三十五五十块钱的金银纸 烧一烧给祖先 烧一烧给这些圆亲债主 烧一烧给这些孤魂野鬼 真信的你要做 你又没有做 那就是不信 所以今天的时空已经是不是信不信了 由不得你说 因为你之前不信是因为科学 你说为什么 你要是有鬼有神 你拍个照片给我看 你把那个录影机架上拍给我看 那科学家告诉不可以显现 现在的一切都不可以显现 但是是真实存在 所以你还不信 那你是落伍者 你是落后者 你是愚昧者 顽固不化者 因为你信了之前的科学 之前的科学说 因为拍不出来 因为照不出来 所以不存在 今天的科学说 96%的存在是存在的 照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不更新你的知识啊 这是科学家说的 又不是张卜生说的 所以信不信 已经不应该是问题了 而是你没有跟上 时代的步伐 叫与时俱见 你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你就是新人类 你是先进的人类 你才能做人类的leader 做领袖 做引导者 做向导 做导师 你还落后在几十年的资讯里 你小学学的 中学学的 我们在座的很多五六十岁 跟我年龄差不多 那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基因啊 是研究到细胞啊 细胞里面的核的层次 基因没有 量子没有 隐态世界没有 百分之九十六的暗物质 物质组成的隐态世界 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听说过 量子的纠缠更没听说过 那你还停留在你中学所学 你初中所学 你不是落后了吗 所以信不信 我倒不担心了 因为不要我来说了 做不做 怎么做 老师教给你们 那么如法地去做 用自己的身体来体验 用自己的心灵去体验 病好了 刚才老师讲的本应 这是学员给的 众生给的业力 那么自己的业力过去死 有很多事自己是大和尚 修道者 但是不相信密法 也没有去传播密法 甚至密法得得不全 只是一知半解也在讲密法 这是过去死 那这叫歪嘴和尚念歪的经 所以这一生你开始走正路了 让你把这些过去生的业力提前释放出来 然后让你歪上几个月 也就了账了 这就是你们看到老师歪着嘴 有一段时间给你们讲了点东西 对吧 这就是歪嘴和尚的报应 所以你们不可以做歪嘴和尚 一会儿攻击密法 一会儿攻击这个派系 一会儿攻击这些圣者 最后 未来是你们也歪着嘴就不好说了 所以这个是报应 因果的报应 那今生这一块也是自己的因果没有清理干净 杀众生 刚才说了那个中而言 那现在他就不言了 为什么不言了 那就基本上一忏悔一给他光 借着法卖的力量他们就得度了 得度了人家就不在这儿了 没有信息了他不就走了吗 所以从老师的生病到治病的过程 你看到了内因 外因 本因 这些彻底的清理才能好 所以有一个朋友 他两年了 他跟我得的同样是病 同样的面部神经偏态 他两年还没好嘴还是歪的 他看我几个月就好了很神奇 他说你真有福报 你这个怎么一下子几个月就好了 那我了解了一下 因为有的是要八个月 有的是要几年 有的要几个月 但是我这三个月基本恢复了 到现在还没满四个月 基本上就不见了 自己知道里面还有一点东西 然后没有完全康复 但是基本上恢复了 但什么原因 就是三因都找到了 治病对症下药 刚才说了 你脑袋骨头都不正了 找人给咔嚓咔嚓弄两下 肝脏有欲结了 找瑞莲推他几下 然后弄上药糊一糊把毒拔出来 面部神经肌肉还没有完全恢复 找我们的哀嚼师给揪一揪吧 这不都用上了 用上了最后才知道 这些人原来都是佛菩萨慈悲 觉得众生可怜 这辈子好不容易有个明白的老师在教学了 他老歪嘴不行 让他震过来吧 还是要感谢诸佛菩萨 诸佛菩萨帮人也经常帮你们 但是你们太顽固 诸佛菩萨帮人一定是人来帮你的 但是人来帮的时候你瞧不起人家 你不用人家帮 有一个人死了 死了以后到阎王爷告了一个人 告谁呢 告观世音菩萨 到阎王爷状告观世音菩萨 请观世音菩萨做被告 阎王一看知道肯定不是观音菩萨的事儿 但是这个也要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就来了 来了两个对着 为什么 这个是个商人 商人有一次走错了路掉到悬崖底下了 他自己虔诚地供观音 所以为什么你们家里要设坛成 以前在唐朝的时候 为什么国父民安 几乎没有穷的人 所以在唐朝是以老师这种体型为美的 不是以你们那个受干受干的为美的 那个叫烙病 懂不懂啊 苗条式美 什么标准 现在的选美标准都是有病的人在唐朝 不健康 受过压的 不对 你看今天印度人 马来人还吃得跟老师一样 对不对 以富贵为美 胖子咱自己鼓个手好不好 咱自己有信心 这是正法 然后说到唐朝 唐朝为什么人家国父民安 家家观世音 户户土地供 每个人家里都设坛成 都设观音坛成 都设土地供坛成 供土地 土地是福德正神 说是你又有福又得德 然后上面是观音 观音是大悲 慈悲为怀 代表慧 下面是福 辅慧两祖尊都有了 所以在唐朝国父民安 特别的繁荣 这个商人掉下去了 他家里也供观音 所以是求得动观音 求得动观音以后 结果求观音他掉下去了 因为没办法上去了 没有路在悬崖底下 求观音救他 结果是在那底下念念叨叨的时候 有一个商队 他们也走错路了 迷了路了 走到悬崖边上 走到悬崖边上 听到底下咕噜咕噜的有人在念经 有祷告的 然后人家就看看有个人底下 那个绳子顺下来了 说你上来啊 你抓住绳子 我们把你拉上来 他看看是人 然后他就说 我有人救的 不要你们救 你们滚一边去 我有人救的 他在等观音从空里架着祥云 然后浮尘一挥 他就上去了 他是这样想的 所以迷信者就是这个样 他不让人帮忙 他要菩萨来帮忙 人家一看 这老兄也不受救 我们也不能跟你在底下 那就算了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 又有个军队 也是走迷路了 也跑到悬崖边上来 然后人家一看 有个人在底下嘀嘀咕咕的在祷告 然后就降下云梯 你上来吧 我们给你个梯子 你上来 他说 我有人救啊 该你们什么事 你们走吧 也不受救 结果人去那一看 也不吃相就走了 走了以后 他就死了 饿死了 没人救他饿死了 饿死了以后就到阎王的告状 说观音菩萨不救他 承诺的话不算数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音来了以后 阎王爷就跟观音说这个事 观音说他死了 没有啊 我派了两拨人去救他 一拨人是商人 一拨人是军队 他应该都得救了 他为什么不得救 原来他等着观音菩萨架着采云去救他呢 你们就是这样顽固的 实际你们身边有很多善知识 这些善知识都是来帮你们的 当你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会帮你的度过经济难关 当你家里有事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能帮你开怀解释这个事情 让你去掉这个障碍 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 这个人可能会给你介绍一个好大夫 让你过了病魔这一关 但是你们这个叫刚抢难化之众生 自大 自傲 自慢 自以为是 我知张 所知张 我不看中医 我不去推拿 我不去什么东西 然后张住了自己 排斥人家给你传递的善良的信息 然后导致你没救了 是刚抢难化之众生 我们需要去掉自己的所知张跟所指张 所知就是你的知识是有限的 人类文明以来浩瀚的知识量 你才有多少知识啊 你在这个大海中 你连一滴水都不是 你那点知识 太微薄了 八千年的义你懂吗 复习师的义你懂吗 那不懂 皇帝内经你懂吗 不懂 不懂自己不信 刚抢难化 不肯学习 为什么我们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太多的人类文明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接触 太多的祖先留下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维护了 需要我们重新认识 重新学习 重新使用这些方法 而不是自己 以自己这一生所学的那点偏见 那点知见 索必了自己的智慧 然后人家来帮 诸佛菩萨你天天祷告来帮 结果没办法帮 因为帮你的都是善知识 都是你身边的人 你没有谦卑心 你没有恭敬心 你没有把三人行 必由我施焉这句话记住 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小孩子说你一句话 你就开窍了 可能是个老人家跟你说几句话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我们要谦虚处下 要谦卑 要知道向人家求救 求帮助 我们是最无能的 因为我们是凡夫 身边的都是菩萨 都是佛 都是善知识 你说什么我都肯听 我都肯受教 我都按照你的方法去试 这就叫有病乱求医 为什么你这个病老是不好 突然有个人来说 你去吃两口青萝卜就好了 你说什么呀 我都治了两个月的病 然后吃两口青萝卜就好了 你不信 那这个人就是观音派来跟你说的 那你真吃两口青萝卜就好了 满意上师一天见了七百个人 七百人里面很多人是来求病的 他发了七百粒大米 你们知道一粒大米 来一个给一粒 你求什么病就给你一粒大米 这粒大米还不让你一次吃完 回去碾成粉分十次吃完 一粒米分十次 逢是听话的病都好了 那什么治病啊 这个信治病 因为信进去了法界 进去了光明 你的光明跟佛菩萨的光明连接 真信 信自己是佛 信自己的业力 通过师父的加持 通过众生 朋友 善知识的帮忙 它可以变成没有业力 就是一个信 就治了所有的病了 所以前两天一个老阿姨说 我咳嗽 咳嗽咳嗽多了 我说 你吃了什么 我吃了个椰子 我说 你知道他以为咳都是寒症 我说 你这个不是寒症 他以为是热症 我说 你这不是热症 是寒症 我说 去让你儿子给你买榴莲吃 他说 这能吃榴莲吗 咳嗽还能吃榴莲 我说 听我的话 去买 过了几天来说 老师 你这方真好使 怎么榴莲还治病 这是什么治病 你听不听话 老师说 你什么 你去做 这个就是阴阳调衡 你太凉了 你本身是寒症 你又吃太凉的 咳得更厉害了 痰瘀得更厉害 非得要用火去供 用热去供 你们生在新加坡又那么有福气 又有水果之王 又有水果之后 凉了就用热的对付 热了就用凉的对付 还得不去用 非得要去找西医 开一刀 把喉咙弄一弄 然后这就治病了 人都是自己找事 所以是信 信这些东西 这是很重要 那么就是要借助谁的力量 所以是借助诸佛菩萨的力量 你们信什么 你信耶稣 借助耶稣的力量 前两天来了一个基隆坡 夫妻两个 这个也是从基隆坡专门找来 证明让我调的 脑袋水肿 然后丈夫情绪暴躁 满脸通红 说几句就要跟人吵架 然后就那么一个人 然后我一观他 他怎么头顶耶稣基督在上面站着 原来他是在耶稣基督活着的时候 就是跟耶稣修道的一个人 到现在还没成功 耶稣把他派来了 因为他生病 然后他才有机会接受我们 然后第一天调了一下 第二天又调了一下 第二天调了以后第三天再来调的时候来找我算账 气横横的来找我算账 我尿失禁之前都好了 为什么你这一致我又尿床了 一般人就被他吓趴了 我的天哪 把人治坏了 之前好的病现在又来了 以前尿失禁它叫鸡无力 因为他们那个前列腺 前列腺它被人家割了一半 有发炎割了一半 现在剩一半了 然后鸡肉鸡提不起来 所以他尿失禁 后来他用药好了 但是没有根本好 这个假象好了 然后这一次是什么 因为经过老师调了两次 一次调任脉 一次调度脉 任度一同摆 脉皆开 他的肾功能激活了 激活了老人家实际也不太老 在六十多岁 但是像八十多岁的人了 然后结果是给他一条以后 这个性功能回来 性功能回来 这个晚上一剥起以后 自己就有点要尿尿的感觉了 但是他这个习惯了好几年都没有剥起 也没有这个要尿的 夜尿的感觉 他还在那睡觉 他这个就像小孩子 我们知道三岁五岁的小孩子还尿床 他是怎么尿的 因为半夜他一剥起 彷徨里又有尿 他就嘻嘻嘻嘻嘻就尿出来 我跟他这么一解释以后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剥起了 他老婆在旁边一听他剥起了 高兴死了 你剥起了 这一想我知道好几年没剥起了 他前列现在有病啊 说你们不懂就被他吓怕了 我们一懂一观知道是咋回事 他身气活了 这不是五脏 原来没有能量了 身气不行了 他冲不动他 给他一解释他高兴坏了 高兴坏了不骂我了 我就跟他说实话 我说你是耶稣派来的 他现在都不信了 他本身小时候是信天主教的 你现在都不信了 我说你是耶稣派来的 是怎么怎么回事 我说今天我不帮你调理了 因为我任督都给你调一次了 我今天找一个老师教你止观法 刺激松果体 刺激你的荷尔蒙分泌 然后幻发青春 然后长得跟我一样漂亮 然后他看看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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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说法语 他老婆说英语 我还得找法语 他说No no no 我一下他为什么不要像我一样漂亮 他指指我的肚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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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子明白 原来他不要像我这么胖 我说不是 我说你像我的脸这么漂亮 他说这可以 看见老师还不老 然后这个是笑话 那么这些东西就说明什么东西 你这个 他的业力在耶稣的帮助下消了很多 所以他这个脸皮的 经过两次调理以后 那个脸都起皮了 为什么起皮 原来水肿啊 现在花消了以后 脑袋的水全消了以后 他那个皮肤原来是正的 现在都是满脸的干皮就起来了 把他的心也调到了这个腔子里 什么叫把心放在肚子里 实际上我们现代人的高血压 高胆固醇 这个失眠症 这些都不是病 都是你把心放错了 古人讲了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要把心放在什么 肚子里 肚子在哪儿啊 你们的肚子在哪儿 都不知道肚子在哪儿 你们白活了 你们长没长肚子 我们上面是胸腔 有一个横隔膜 横隔膜下面是自己的脾跟胃 你们吃猪肚子知道猪肚子是什么 就是猪的胃 这是肚子在哪儿 人的肚子就是你的胃 你的胃在哪儿知道不 在胸腔 心都跑没了 这个变成胸腔 肚子在你的胸隔膜下面的身体正中央 是你的中宫之地 所以古人说把心放在肚子里 是自己的那个意识 自己的那个两个眼睛相定是 把自己的意识 面头安置在胸隔膜下面 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有什么好处呢 血压刷就下来了 那么食宿的人现在 特别你们高级白领会犯一个什么错误呢 叫提心掉胆地活着 知道这个成语吧 提着个心掉着个胆 把心也拿到胸腔里面去了 把胆也拿到胸腔里去了 有的不但拿到胸腔 还拿到脑袋里面去了 所以精神就失常了 然后就衰弱了 神经衰弱了 因为你把心安错地方了 古人明明告诉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倒是放下去啊 放下去啊 所以这个人他为什么火爆脾气哗哗哗哗地闹 他这个心就在脑袋里面去了 他这个高血压什么的水肿 哪怕水都涌上去了嘛 你心老在这儿 心老在这儿 所有的五行能量都跑这儿 水也上去了 就水肿了 所以把他的心调到这个腔子里 调到脾胃里面的 后面有个黄亭 他的浮躁就没了 他的脸就不红了 我跟他太太说 你看你先生的脸他现在不红 他一看真的是这样 我说你看水肿也没了 真的是这样 他就相信我们的神力 只治了两次 然后他这个已经病了好久了 到处求医 到处求医 所以大家要知道 道医治病要重视因果 重视调 精气 神 神有三种状态 一种是光的状态 生命光 离不开生命光 树 草 花 他要活着离不开生命光 没有光他就干枯了 人也同样的是生命体 离不开生命光 没有生命光你就衰老了 皱纹出来了 腿没有力了 走不动了 因为没有光了 没有能量了 没有energy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如果能够把光凝聚成团 它就更有力量了 如果光处于面粉状态 一个小颗粒一个小颗粒的面粉 能不能做馒头 不难 你非得用水把面粉一颗一颗的活成一大坨 叫一坨坨 所以佛在形容我们的灵光的时候 是活泼泼 它是活的 能够重生 能够不停地重生 它是活泼泼的 然后它是圆坨坨的 它是一坨东西 一坨就是光聚合成的团 那么光灼灼 光而不要 所以它像月亮 不像太阳 像太阳 像太阳耀眼 这个我们的灵光不要眼 不刺眼睛 但是它是明晃晃的 它是亮灿灿的 光灼灼的 这个是什么 光 当我们提到神的时候 提到了两种状态 一种是神光点 一种是神光团 第三种是神光体 神光体就像你们人有身体一样 你的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神 你道医才知道神这个层次了 你不懂道医 你不知道怎么调三魂 怎么调七魄 你怎么去知道神这个层次啊 你不知道怎么调心神 有的人他这个常年生病 已经是这个心力很弱了 因为他对生命的这个欲望已经不强了 所以他已经是很弱了 老是昏睡 老是昏睡 那这是典型的 心神不足 所以你要怎么帮他 你非得要把他的神调出来 像有的神我调出来以后 一口气一吹 莲花就开了 因为心神是包在莲花里的 啪一开以后 他就往上一送 送到高危空间的天界 他去了一个时辰 或者半个时辰回来了 人就很精神了 有的我请出来以后 几口真气都吹不开他 为什么 里面那个神已经是起不来了 远趴趴的 没有能量了 害得我老人家还不停地给他光 给他光 给他充电 给他充电 就像个气球已经没气了 塌了的 也不停地给他吹气 吹气 吹气 他才起来了 起来了以后把他才送到 所以这些都是道义里的神 调神的这个部分 调心神 心是君主 是你的体内的国王 他如果没有力量 他不能掌控整个国家 一个国王昏庸 无道 然后整个国家就衰败了 国君如果有力量 能够掌控大权 使国家就能兴旺了 因为全民一心都听国君的 所有的大臣宰相都听国君的 如果国君没有力 连个阉人 你们知道太监都可以满政 所以国君是你的心神 眼耳鼻舌身意都有神 每个细胞盒里都有神 这个叫神光体 古代的精气神是这样的殊胜 这都是道义里的内容 现在的中医也不讲这个神了 普通的只是讲到一个气就讲不上去了 因为他见不到体内的光 所以一个人健康不健康 看他的神采 我们知道叫神采飞扬 这个人一定是健康的 那个精神头都十足了 看一个人病泱泱的 无精打采的 那这个人差不多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能看得出来 这些能测吗 用个仪器给你测一下 测他有多少光 测他五脏有多少光 测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 五脏永滑皆上朝于灭 这是你的心的 是否健康 看眉毛向上的额头 看肾健不健康 看下嘴 下巴 看肝健不健康 看左颧骨 看肺健不健康 看右颧骨 然后看脾胃健不健康 看鼻子 中宫底 这应该有青色 这应该有白色 这应该有红色 这应该有紫黑色 这应该黄亮黄亮的 这是五脏气健康四上朝于灭 中医的望闻问切 望诊 就可以诊断你的病 科学啊 不懂不知道 懂了很简单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因果的内因 外因 本因 三因之变 要重视 当然细的要去慢慢跟老师学 什么是三魂 什么是七魄 死后怎么回事 怎么又来了 转世了 转世又是怎么 这个是大课程体系的 你们刚听报告的可以找工作人员了解 老师讲大课程体系 但不是一堂两堂课能够给你讲完 我们生命有三大要素 一般人很少能够上到高度去认知 是觉得不是个身体吗 不是个肉吗 不是 我们的身体有三大要素 第一大要素是你的身体内的五脏中的物质粒子 就是大家看的一个金木水火土的一个走线 这些能量储存在你的五脏 上面再往上看 有时间关系 我只能带着你们拉着走一下 还有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有三个气 空间 储存来自颅脑腔 储存天 下腹腔 储存地 胸腔储存来自宇宙空间万物的能量 叫人气 这是天地人三才能量 那么还有我们身体之外 还有三层能量 一个是德的能量 一个是道的能量 一个是真空粒子 现代语言叫真空粒子 我们叫真空能量 这个是来自身体外跟内无处不在的 所以我们人是有八种能量在人体凝聚 人体很重要 做一个气很重要 你不能坏 你的杯子坏了 你就不能喝咖啡了 底儿漏了 撑不住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保平 保平就是你的人体 人体不能漏 尤其我们到中年以后底漏了 叫海底 海底漏了 你这个性生活 不停地排出精华物 然后海底漏了 这个瓶子漏了 上半部漏 眼耳鼻舌漏都好修理 这个瓶子底漏就不能用了 观音菩萨手中老是拿一个净瓶 你看他老人家累不累 每天到你这儿来都端着一个瓶子 上面还插着一个杨柳枝 叫长生腾 那什么意思 你的生命如果永远地长生 你这个瓶子不能漏 你这个宝气 这个身体不能漏 叫漏尽通 如果底漏了的话 那这一点水都没有 你不就干枯了吗 人干枯了不就好死了吗 这个是不漏的功夫 这是我们的身体这个气 这个身体的气 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去在中年 你们现在到中年 要开始进入Service了 实际到了三十岁以后 女的三十岁以后 男的四十岁 一定要开始Service了 听得懂这个吧 你们开车的人都懂 就是一万公里去Service一次 汽车 如果是不Service就怎么样了 Service是吧 英语 我的英语很烂 你们该笑 没事 这个汽车 你都要一万公里保养一次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对你们的这辆 用上几十年的汽车 你活到八十岁用八十年 活到九十岁要用它九十年 你几十保养啊 你几万公里保养一次啊 一会儿飞到美国 这就几万公里了 一会儿又飞到澳洲 飞来飞去 你这用了它多少公里了 三十年 四十年 有的五十年 有的到六十岁了 有的到七十岁了 从来没有保养过 你不保养就等着大修呗 你们知道汽车大修就是要拆了 重新组合 这个零件不行丢了换一个 那人大修就是上手术台 切了肺啦 切了肝啦 切了肝啦 切了前列腺啦 切了子宫啦 切了什么啦 为什么非得要去大修啊 为什么不要定期的检修啊 你们现在整是 只是知道去检查身体 检查身体 你光检查有什么用 用西医手段光检查有什么用 你能检查出你的精 气 神吗 都检查不出来 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 你一定开始越来越枯老 越来越没精神 越来容易昏睡 那怎么办呢 所以赶紧找我们的中医系统 因为这个西医没有办法 那去做做推拿 做做穴位治疗 做做挨揪 疏导 挟的出去 补羊的回来 找我们的郭老医师扎扎针灸 然后整整鼓 整整起随 待会儿我介绍我的团队给你们 那么你可以预约 为什么 一定要重视保养的 保养就是一个月保养两次到四次 不单自己要保养自己的父母 如果还在 一定给他们这个服务 为什么 你给他这个服务 就不准备让他躺在床上享福 不准备让他坐轮椅享福 就是让他腿 胳膊 五脏六腑都健康起来 筋骨都健壮起来 脊椎骨弯弯的 赶紧把他挣过来 然后让他无疾而动 寿终挣钱 这是大小子 不要说我准备钱了 准备着我的老人家要上医院花我的钱 你这是不孝 钱是你花了 罪谁受啊 这是我们要给自己的父母 活着开始赶紧进行 现在还不到大修的时候 赶紧给他小修理 那么找吴医师带着团队给你做一个诊断 看看他们哪要坏了 或者已经坏了 赶紧给他修一修 现在修还不用换灵器件 对不对 你不然将来还要换心 换肝 换肺的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早一些做这些 所以是为这个我们特意成立的一个 把太和上医增加力量 从中国请了两个亮妹回来 然后从这个 咱们新加坡挖掘我们二十多年医学经验的 这个郭医师来 那么他的针灸术 整股术是一流的 所以是你的什么崴了手崴了脚了 这些小来小去到这咔咔咔 让他给你扭两下就好了 就不用跑去西医去动手术了 粉碎性骨折没办法 那就要手术 一般的这种骨伤的 到这手拿拔取的就给你干掉了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要记住 这个叫上医之胃病 什么叫胃病 不是胃疼的胃啊 未来的胃 就是你将来要发生的病 现在还不是病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气质性病和功能性病 气质性病 西医能够检查 什么亏痒啊 肿瘤啊 这个一照照出来 通过咽血 通过咽尿给你咽出来 但是如果是功能性病的话 完全咽不出来 功能性病 只有中医才能好的医生通过八脉 关你的气色 才能找出你的病根 然后把这个去掉了 将来就不生病 这个叫未来的病 上医是治胃病 中医是治刚发生的病 下医治什么病 下医就是要给你开肠破肚了 换零件了 所以当年有一个神医叫扁雀 他这个皇帝召见他 说哎呀你天下无名 因为扁雀那个时候 中医那个时候还不会动手术 他已经给人做手术了 这个名声远播 然后这个皇帝召见他说 你这厉害 他说我不厉害 说谁厉害 说我二哥厉害 说二哥厉害 为什么别人不知道 说人家一生病 到他给点药就好了 本来是接下来要大病的 到他那给点药 这不生病了 所以病好了 别人都说他没什么 我不就伤风感冒 我不就小病了 那个弄不好将来是大病 我这都是病得不行了 我来给他腿锯了 肚子勒开一刀了 肠子扒出来了 整的 你们看着挺热闹 这是最没本事的医生 医生说那你二哥厉害 他说我二哥还不厉害 我还有个大哥最厉害 大哥最没名气 为什么没名气 他治未来的病 那治未来的病是什么 你来这看看病 老师一看 哎哟 这不好 你要生病了 给了你一杯水喝了 给了你一粒大米带走了 你就说哎哟 这糊弄我呀 看你半天给了一粒大米 这大米也未必太贵了吧 我现在跟满医生是不能比 我给你三小包米 我不给你一粒米 至少还值点钱 对不对 因为你不信嘛 信的话一粒大米已经足够了 上一支未病是你将来 你现在是没病 但是接下去明年后年未来 你肯定要发大病的 老师要赶紧给你调理 所以是给了你一杯 出去打一杯凉水来 老师弄弄弄 好了 喝了 他说这搞啥呢 我也没病他给我治病 实际上接下去就有病 我在台湾很神奇 有一个人的女儿 病了好多年 被鬼媚着 找了这个大师 那个大师都没治好 后来勉强地信信我 带着我到我这来 我这一看 那个鬼在里面把它弄出去了 弄出去了 我说去外面打杯凉水来 就是不能够烧过的 因为要活水 活水是不能烧的 烧过了就成死水了 然后给他弄一弄 然后让他喝了 喝了回去就好了 他跟他太太信得不得了 因为治了好多年 吃精神累的药什么东西都不行 治不住他 结果就好了 好了以后他女儿还是不信 他爸就问他说 你这好几年吃这个药 那个药 你都这儿难受那儿难受 弄得自己精神是啥 老师给你弄了都好了 你为什么不信 那你不就喝了一杯水吗 这上医治未病是将来要发生的病 或者是眼睛看不到的病 这个就是未病 普通人不能知道 未知吧 未知领域的病 所以大家要知道 医是不同层次的 但是你们现在可怜你们 就不要等着 既然做了我的学生 不要丢张补生的脸至少是 所以就不要等着老了躺在床上 说老师你来看看我吧 我已经躺了五年了 然后不要这个样子活着 没有意思 所以为了我们不躺在床上 为了我们的家人不躺在床上 去想那个福 进医院去做大手术 换零件 所以现在积极行动起来 去做这种的上医治未病的工作 去保养 但同时刚才说到佛的坛成 鼓励大家你有信仰 你信耶稣就好好的礼拜耶稣 向耶稣忏悔 你信圣母 你向圣母忏悔 信伊斯兰的 穆罕默德 你就向真主忏悔 那你信佛菩萨就求佛菩萨帮忙 然后你信道的太上 或者三清圣祖 或者道家系列 你就真的求这些祖师们帮忙 那色力坛成 现在对你们可能有一定的难度 有的家庭小了 不让上香了 孩子反对了 有一种方法就是保平共 就是大家看到我们这次 特意买一上堂内来装宝瓶 那这个宝瓶 它是一个真正的肉眼不可见的坛成 比方说白度母坛成 白度母坛成它就是一个瓶 那为什么是一个瓶啊 因为这个瓶不露 是个气 金刚气不露 另外把它密封了以后 装在这个气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藏有宝存 比方说这个宝瓶中有一百多种草药 现在让你家里有个佛堂 你供上一百种草药 你能不能供 没有地方 一百多种草药 我这一大堆供在哪儿 即便你供了 那有一些它是甜的 蚂蚁来不来扛走了 有一些是轻的 风会不会把它吹得到处都是啊 所以它是不方便 但当年的这个莲花生大士 他就考虑到可以把它封葬在这个宝瓶中 那这些东西不坏 所以宝瓶中有什么呢 有新加坡的东西南北中五方土 有我们新加坡的五方水 有这个五谷 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等等 总共五种谷类 那么有中国的五月的土 五月十五月水 所以来自中国的法脉 这个大圆满传承 把它最后都灌在这个宝瓶中 中间加了中脉 中脉里面放了新咒 比方说白度母 它就放了白度母新咒 所以当你去提醒白度母的时候 实际上启动了白度母的坛城 它通过这个中脉 只要开过光了 它通过这个中脉 一致向法界连接 然后白度母 因为你在量子纠缠 你在念它的名或者念它的心咒 然后感应了 你念它的名就行了 因为它有光的通道自动连接 它就降到它的宝瓶中脉中 通过这个坛城来帮你 你家人有病的 它释放出药草的能量 你们知道中医讲配方 这个配方有三十种草药 那个有二十五种草药 我们这为什么是上百种草药 就是准备方便白度母抓药方给你 在哪里拿的 都是你供的宝瓶里面的 这种是无形的 百分之九十六的无形能量 这样转换进你的家人的体内 转换到你的体内 所以这个力量十分巨大 那你求文书菩萨开智慧 求财的就供黄财神 照样他用这些物质来帮助你 这个我在讲课特别强调 要在于物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所有的宗教圣者都不讲唯心主义 都不讲空想主义 讲的都是唯物论 都是要在于物 所以你供的宝瓶中有这些金银财宝 有这些铁 有这些金属 包括你供财富宝塔 它本身就是黄金 外面镀的黄金 那这些都有金的能量 它的塔身本身就是黄铜 它就有铜的能量 金属的能量来帮助你 这就是把这个激活成量子态以后 释放量子物质来帮助你们 这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又不显山又不显影 你就供一个宝 如果有条件 供诸佛菩萨的坛成最好 但是不要乱供 为什么不要乱供 特别你们这里要修本尊法的 要注意 供的佛像一定要端庄 要有三十二像好 八十随行好 要注意这个 我这个嘴歪 跟我供的一个歪嘴观音有关系 有一次有一个老先生 实际上也是佛菩萨点话来的 他就到我们这个道场来请一尊观音像 请观音像吧 我就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大家都在楼下忙 他这个跑到楼上去了 刚好我在 他就介绍了好几种观音像 他都不满意 最后他非得看中我在上香供的那个观音 就是我自己的办公桌旁边有个小坛场 你们家里不方便 公司不反对 可以在公司做一个小坛场 如果不反对的话 不能够供香 点个蜡烛 放点鲜花 放点清水 如果是不反对 能供香最好 说我在自己的office旁边 那个桌子上就有个小坛场供了一尊观音 他就看成那个了 看成那个 我这个也有点舍不得 我一直供的 已经是别人不要的一个玉石的 这个我不舍得丢 就用它 反正是借物显灵 把师父的这个场观音的灵光请进去 这一定要开光 开光是观音的像 一定要把观音的灵光请进去 不是把师父的灵光请进去 就是你们活着是因为有灵魂 你死了只有尸体 尸体不能做事的 灵魂住到尸体里就可以做事了 所以观音菩萨的任何像 都是同的也好 玉的也好 都只不过是个死身 你要让它活过来 你非得要通过一些有法力的师父 能够连同法界的师父 或者有身外化身的师父 去请观音来 观音分一点灵 进去这个身体里面 那这个法相才能够真实观音菩萨的化身 它又能相应 这个对你修本尊也好 修供养法也好 那就十分的殊胜 如果是你不小心没有做这些事 你屋子又没有解界 又没有护场 又没有封宅 镇宅的话 你贸然在家里上香 又没有开光 来的必然是邪灵附体 那么经常有的人请了观音回家以后 这个晚上睡觉有人压他 那实际上这都不是观音 观音怎么会压人 那都是一些动物精 蟒蛇精啊 狐狸精啊 黄鼠狼精啊 它就要吸人的这个精气 然后你把它一上香 这道把他请来了 这问题很大 也要找能人高人给他开光 开光那么再来供 这是社坛城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否则就不要乱供 为什么在西方耶稣一脉 他不让人上香 不让供偶像 因为他修道成功以后 他发现整个西方 东方很多圣者 通过你比方说我们西藏藏区 通过这个洪光身修法的话 都有十万洪光身修成了 那都是圣者啊 但是他回到西方以后 发现只有他一个圣者 他修炼成了 只有一个圣者 这怎么开光啊 这么多怎么开光 他的徒弟又没得成功 没有办法 他就说大家都不要拜偶像 都不要拿香 从他才把这个香给戒掉了 为什么 你一上香就招邪灵来 就附体 没有办法开光那么多 所以那就不要设偶像 所以在西方他不让你拜偶像 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我们东方 因为一致法脉传承没有断 有高宫师傅在试 所以是还可以借这个修本尊 借这个修加持力 你修你的供养 积累功德 所以说我们汉地也好 印度这些地方还在传承 但是现在也乱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在新加坡 我们这个教室 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到这个月底 我们楼上七楼就拿到药池了 将来我们讲课都在七楼讲 这个二楼是租的 所以我们在二楼会设一个大佛堂 设一个大佛堂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乱拜 到外面去乱拜 那实际新加坡的道场我走了一下 没几个真正的正道场 就是真有佛菩萨在向上的 没有几个 那没有几个的话 你乱拜会导致什么呢 那个向上看着是释迦牟尼 看着是观音 结果你一拜 大家看过西游记都知道 上面都是妖魔鬼怪 唐僧拜了一路扫塔拜庙 拜了一路都是妖魔鬼怪 然后你看现在到冒法时期 更是妖魔鬼怪的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有几个道场 你像司马罗观音堂 那是真是观音在 有那么几个道 但是这种正道场真的太少了 所以大家既然这么喜欢拜 我们这就设一个佛堂 给你们可以带亲友带朋友来拜 平常时间我们又可以用来修本尊法 供修又可以诵经 又可以办法会 就是所有的佛诞日菩萨诞日 我们将来这边都有法会 方便便你们大量的参与 大量的快速清醒消炎 因为有的不是一次能够消到完的 那么我们的在四楼已经买下一个单位了 那么这个是还有四十多年地契的 跟我们的祠堂一样 我们也已经买下来了 在进行手续中已经定下来买了 准备建一个相对长时间的佛堂给大家 就是可以来供修 可以打坐 可以禅修 可以来拜佛 为什么要借助这些佛菩萨的力量呢 十分殊胜 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弱 所以一个道场 它如果连通了上面一阵法界 有一个通道连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来我这上课都不累 老师累 您不累 为什么 听两小时 三小时都觉得 怎么一晃时间就过去了 在别处听一个小时就坐不住了 为什么 再也被加持 这上面有一个通道 不停地往下释放能的 你坐着很舒服 没绝景一两小时就过去了 那么这种地方在新加坡台上 我们给大家见这么一个道场 没有掌声 方便你们真来拜 真拜的话 加持力很了不得 很了不得 上面有通道 光下来 这个业力也消得快速消 我前两天去帮一个人 他遇到一个很大的官司 如果处理不好 他注定是要坐牢 所以我就劝他请了一个白度谋宝品 又消灾免难 那么我在他安宝品的时候去了一下帮他安 然后把那个宝品让他用莲花顶在头顶上 这是观想就可以了 然后把那个莲花梗插到中脉去 一连通以后 刷 白度母的弹成下来 然后那个宝品里的那个光整个的通过他的中脉 分散到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哇 流出来的那个黑啊 就跟那个油一样的又黑又臭 尤其从心脏里出来的那个又黑又臭 因为他之前不太注重德行 所以早知招着了这么多事情 心脏里出来的又黑又臭的 那个油垢一样的黑的东西就排出来了 那我最后把地底下开了一个通道给他送下去了 弄完了整个人他就亮起来了 那如果弄得好他可以免一个牢狱之灾 那这个在《孔雀冥王经》中你们都看到过了 他是牢狱之灾可能被骂解脱 被打解脱 实际上修供养解脱更容易 就是你供宝品通过他的力量 把他顶在头顶 宵夜 老是嫌自己老是被人骗 老是不开智慧 就顶一个文书宝品 你们有一些是宝品供在这儿的 不要紧 你在家里 你头顶莲花一开 他马上就去了 因为他是有灵性的 他是坦诚 所以你不要说非得我在这儿才可以拜 你在家里进修的时候 祈求的时候 斗随时可以顶在头顶 甚至你要出国 要什么都可以把它顶在头顶 它一路护持着你 你走哪都护持着你 这是通过这个连接 连接法脉力量 因为一个宝品 它连接的是诸佛菩萨的 在一真法界的力量 通过中脉连同 为什么让你们练的时候都要把中脉打开 我是一金针连接天地心 那实际上就是连接地心跟天心 通过法脉的力量在加持你们 我们佛法的传承 从普贤王如来到报身金刚撒陀 到华山释迦牧里面 在一个一个的祖师传承 我们的法脉十分清醒 所以你在顶这些东西的时候 整个法脉的加持力通过你的中脉 哗着进出 那个靠你自己消多少业 这个业力消起来不得了 所以我们从开始装宝瓶之后到现在 整个形势一片大好 整个发展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在发展 这是得益于宝瓶的加持力 我们很清楚 这是莲华生大师 满意上师给我们十分方便的法门 所以大家要重视去利用这个力量 来消自己的业力 消自己家人的业力 你可以观想着顶给自己的亲人 谁生病了 谁需要了 孩子要开智慧了 都可以在他的头顶上开一个莲花 把他顶在上面 一七醒 放光了 罩着他 特别你们孩子要考试的时候 这一招罪领 我的太太她有一个经验 她经常考试之前 一定要上厢才出去考试 上次考驾照 然后她硬怕自己 我说你去上厢吧 她就上了厢了 上了厢了以后 结果她在打题的时候 打完了 打完她准备交上去 哎呀 这个又不想交 就乱改 她说为什么这么改 她也不知道 乱改乱改乱改 改完了她说完蛋了 这也不知道合格不合格 不管她交了 得一百分 给她个掌声好不好 最后呢 她回来以后 她说 哎呀 这个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那改 我就这么烂改 烂改一百分 为什么 实际那个时候 就是一种力量 就是让她进入一个 恍惧呼吸状态 她也不清不楚地 就乱打 乱打她就打 不改的话不及格 还得再去考一次 所以这些是什么 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的力量 是正的 不要去求邪的 有些家人出了事了 自己就周围有个庙去弄一弄 台湾我有个学生 她的女儿 有一次上学 走在石头路口 撞了邪了 他们台湾人就要卡着了 有东西进去卡住了 出不来了 卡着了 然后她就这个孩子 就恶心呕吐 就觉得不太对见 她有点冒虚汗 就赶紧跑回去了 跟她妈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 走路上突然这个样子 妈妈最后一看说 那你这不行 不行的话 她带着她去楼下 附近就有个庙 去找一个庙宫就给她坐 坐了半天好了 好了回家以后 结果到了晚上跟她妈说 妈呀 原来有一个 现在来五个 不停地跟我说话 她年纪还轻 她十八九岁那一年 不停地烦死我了 她妈觉得不太对见 这才想起来 还有个师傅找找吧 这才给我打电话 她在台湾 我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打电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去找我 她说我想你在新加坡怎么帮忙 我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时空的 在法界是没有时空的 我说你这个面前放杯水 然后我让她放杯水 我让她闭一会儿眼睛 然后就一会儿帮她把那五个就请走了 我说下次再不要去那些地方了 那些地方 所以你们都觉得 人家也是搞这个的 大部分都是跳铜附体 用鬼办事的 所以这个庙她用什么 一个鬼去跟她那个附在身上的鬼打不赢她 就又招了一个两个鬼 最后用五个鬼把那个打跑了 五个鬼把人打跑了 人家帮了你到你家做客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告诉我 我帮了你我到你家做会儿客 要杯水喝都不可以 你这太没良心了吧 人家在你家名正言顺 很有理由 所以没办法我们就把她请走了 她看我厉害 就给了她点东西她就走了 那么这个事就聊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不要乱去求 老师说了有这个 好 我有什么事 我就去周围的庙上拿一下 要什么去搞一搞 那你就越搞越坏 越搞越坏 严重的就搞成精神病了 我们遇到这种事在你们这儿太多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我发心要教学生 要带徒弟 要练出一批人 一批人都能够去帮人了 都能扶正了 建一批好的道场给大众 大众就不用被这些邪灵 妖魔鬼怪 痴魅亡良去吸你的精气了 夺你的精华了 所以这些大家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要注意的 时间的关系不能再给你们讲太多了 刚才讲观音还没讲完 观音最后老先生非得要请那个 我也舍不得 最后算了 给他吧 我把他拿起来以后 正要递过去的时候 一看老先生嘴怎么跟我一个方向歪 你知道人嘴歪他就喜欢嘴歪的 你们是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你知道吧 他不是这个面部神经麻痹引起的嘴歪 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反正引起的嘴歪 他跟我一个方向歪 我一看 他怎么嘴歪的 他非得要这个观音 我再这么一看 哎哟 我供的那个观音是嘴歪的 现在我还留着那个观音了 我做见着 我一看我就不能给他了 我说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给你 他说为什么 他这个还对我很大意见 说我挑了半天我就挑着你这个了 我说这尊嘴歪了 嘴歪了我不能给你 那你这个嘴本来歪 你这就治不好了 我说你看我的嘴还有点歪了 就是这个观音出问题了 所以我赶紧又请了一尊铜的 然后把这个师父的叫退神 把他的灵光请下来 请下来以后退出来 然后退到这个新的观音像上 然后这个石头像就没有师父的灵在上面了 就可以随便拿去一个地方摆了 后来他的儿子他回去告状 告诉他儿子说老师有个观音我看上了 他不给我 你帮我说说情 我最后没办法也讲不清楚 我让苏小姐拍了个照片 我说你给他发过去 你看这个观音嘴就是真歪了 不能给他 不是我舍不得 后来他儿子一看 真歪了 不要 你们接下来也修本尊法 我们为什么特意的从尼泊尔 请来了一个叫释迦族他做佛像的 他做了三代 他本身是释迦牟尼家族的 他从太爷爷那一代就做佛像到他的 所以他就很如法 他做的中规中矩 鼻子 眼睛 嘴巴都很正 因为他是手工打制的 又是溜金的 所以价钱比较贵 但是值的 因为你用一辈子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是说图便也 随便买一个像去供养 最后这个不好玩 所以我把这个神一退以后 我太太一看 你的嘴怎么好了很多 然后就是全息影响 懂不懂 全息影响 就是你修本尊 你供了一个本尊 哪有问题 最后你就出了 哪有问题 这是讲到本尊的问题 讲一下生命的三大健康要素 第一就是我们的心肝脾肺要健康 就是你的身体要健康 第二个大家看一个横向走线 人意理智性的走线 就是你的心态要健康 你要调自己的心态 这个心态又是道德走线 所以我们以道德律来约束自己 以人意理智性 武德来约束自己 调自己的心态 心态一旦背离了武德赶紧回来 为什么要调这个心态呢 心态的背后是物质 它是一个频率 心态是今天科学家叫玻璃二向性 就是有什么样的粒子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波动 换句话说 有什么的波动背后又跟着什么样的粒子 所以你的心态不正 失去了人意理智性基本德行之后 你引动的是非道德的粒子 就是阴性粒子 阴性粒子它储存在你的身体里面 就必然影响到你的健康 所以以前我们一个学生的母亲身体到处识别 后来我去他家里好嘛 他老太太挺虔诚 一个菩萨供了好几十年 天天上下 结果我这一看 每一个菩萨在家里 都是他招来的邪魔外道的那些东西 我就给他轻轻轻轻 最后抓了几十个都轻走了 震了宅了 震了宅了以后 他的身体马上就好 就没那么疼了 不要而知了 他就很奇怪 这没什么奇怪 你家里阴的东西太多了以后 释放的波是什么 阴波 阴波带来的物质是黑粒子 黑色的液粒子 黑的不好的物质 所以它弄得你身体发黑 心情也发黑 抑郁 闷 所以你非得把这些物质的东西 这些源头 它不停地发射这些黑色的 这些邪魔外道的东西 它不停地发射阴的 邪的 请出去 它没源头了 它释放不了这种物质了 身体就好了 身体好了 心情就好了 因为正向的物质粒子 释放的波是好的波 好的心态 所以我们要注重调自己的心态 以仁义理智性的五种要求来调自己的心态 所以这个在传统文化中叫武德 叫武刚 武轮 你不能毁坏它 然后把心态调到这儿 引动的都是阳性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能量进入体内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态要健康 不要出现自私自利 喜怒哀乐悲恐惊 或者非道的心态 非道的心态会导致你最后的什么结局呢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是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个气 老师刚才演示的是气 演示的两轴线 一个物质轴 一个横向轴 心态轴 道德轴 它实际这个有方向 有反方向 也就是说有正的方向 也有反的方向 正的方向是人间正道是桑桑 如果反方向使用 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也要修道 一生解脱 究竟成佛 往生西方 但是他在做事的时候 违背了仁义理智信 违背了五种德行 他一旦违背了五种德行 他是反方向叫背道而斥 叫逆道而行 这样的时候他也追求修炼 成道 但是他违背了道德 以自私自利为中心 最后成就了一个磨性空间 什么是磨 为什么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他也追求高度 他也修炼 他也不重视物质享受 但是他所有追求的东西都是自己成道 自己成佛 自己比别人厉害 这个完蛋了 有我 为什么叫空性正见 失去空性的都是邪魔邪见 这在社会上的修行人中特别的多 不小心他修成磨道了 因为他失去了仁义理智信 失去了天地人三才格局 就是我们要超越自己的小家庭 超越自己的小我 融入大我 天下兴旺 匹夫有责 这是什么气概 所以说我管天上的事 天上管到哪呢 管到太阳系 银河系 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了 这是天哪 地管到哪 整个大地的事都是我的事 那人管到了万物了 因为人是万物的宗主 万物的灵长 所以所有的植物 动物 我都要去关爱 所以作为人 你已经管到万物了 这个时候你天地人三才之格起来了 但是你背天 背地 背利众生 只为自己服务 你就失去了德行 然后就反其道而行 变成了魔性张扬的空间 他的功夫可能也练到很高了 但是完蛋了 这辈子入魔了 很可惜 如果是我们的人生高度失去了 这就是第三轴线 刚才给你们看了两轴线 人的健康还在于你思维意识要正确 就是说你的追求要往一个高度上追求 我们叫高起所高 那高起所高的最高的思维境界 就是超越第七意识的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超越第八意识的灵感思维 超越第六意识的惯性思维 超越前面的眼耳鼻食深的认知 叫前无始 所以你必须超越八进入第九 你这个时候思维才正确了 你思维才健康 也就是你的意识才健康 只有超越第八 你就不入六道轮回了 不再堕落了 你在八里面都是堕落 你很会算计 很会打小算盘 那是第七 是将来转世成地神的一个方法 你老是作为人 喜欢做人 喜欢人的感觉 喜欢人的感受 那是第六 那么愚味的人 将来做北见的人 你喜欢用灵感思维 那是第八生天道的工具 所以我们只有超越八十 进入第九的真实 你才可以成为真人 而成为阿罗汉 成为佛 成为菩萨 所以人的一个生命健康三要素 在于身体 这个肉体要健康 在于你的心态要健康 在于你的思维正见 要健康 也就是空性正见 空性正见一定是在第九的高度 不在八以下的高度 不是空性正见 那你追求的也是道德 我守道德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如果你是守道德的 但是你的人生高度追求的是享受 失去了一个高其所高的高度以后 会导致一个什么空间呢 导致了一个畜生道的空间 我们也教孩子不要杀 不要道 不要抢 要遵守道德 但是教孩子没有人生高度 没有众生心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 没有空性正见 那么我们会害了孩子 变成畜生道的轮回 什么原因 就是畜生道 它就是也遵守道德 仁义理智信 狼有狼的规矩 牛有牛的规矩 它都不毁坏 甚至羊它还懂得孝亲 跪着吃奶 我们都拿来说事 但这都是畜生道 不值得我们去敬仰 不值得我们去羡慕 因为它没有人生高度 我们的人生高度是超八进九 引领众生出六道轮回 出生道是享受 所以这一享受以后 你要有大房子 有大车 要过富人的生活 要过二人世界 要能去哪度假 要能什么享受 那现在日本为了吃牛的肉 可以卖上最好的价钱 给他最好听的音乐 请最好的按摩师 每天给他按摩 为的是那个肉 要一层一层的要分层 那么卖很好的肉 他很享受 但是用肉 用皮 用骨去还债 他死了 要用这些东西去还债 所以我们如果训练孩子们 或者是自己只强调自己的享受 富贵这些东西 你失去的人生高度很可惜 将来是都出生的 这是种子 你在你的意识形态里面 在你的心态里面 实际上都是引动了什么样的物质粒子 这是DNA的双链 一个天一个地 这个人生高度的八十链 这是天 代表着天 那个横向的心态链 代表着大地 天地的DNA的双螺旋 引动了你心肝脾肾肺的能量形态 能量形态 这是人生命健康三大要素 这个也是要插着空给你们讲一下 时间的关系不允许我给你们展开讲 将来我们有一些课程大家可以再来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